阿 中了 耶 戴尾爸 開圖見囉 哈囉 戴尾爸 小基里 前來報到 我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熟悉的淡水 看 我們熟悉的觀音山 聽說每年到了東北氣風開始吹的時候 淡水這邊都會有一種魚會開始大量的出摸 而這種魚是 算是台灣的基調目標魚種之一 這個天氣 陰陰的 有點飄魚 這就是最適合那種魚的時間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馬上來GO 大家常常會問說 來淡水釣活蝦要去哪邊買 那我這邊有一個一家 離淡水捷運站最近的一家釣具店 然後他有活蝦就是這個 漁農屋釣具店 這算最近的一家釣具店 可以來這邊先補個貨啊 補個鉤子 那我們今天坐吊的位置是 無人島的中間段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無人島的紅燈 所以這邊就是這一面 這一面 面對觀音山巴黎這一面 就是我們的坐吊區 好 好來 我把它來組裝裝備 我把它來組裝裝備 啊 中了 有了 什麼東西 欸 還蠻 欸 牛尾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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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怎麼 重重的 哇 新牛票 這個體型如何 鑑定一下 這個體型可以 中等啦 可以 水喔 可以 哇 耶 新牛票欸 我們還真的沒有釣過牛尾 而且這隻 沒有釣過啦 意料之外的 牛尾 而且體型還不錯 你看 喔 體型還不錯還不錯 漂亮喔 哇 這是個好兆頭欸 欸 哇 這竿好細喔 要釣烏魚嗎 還是 隨便搞 這個標也太酷了吧 這什麼鬼 這個喔 這就是用木印 然後加上那個 斷釣的那個 浮標尾 然後這個會動 因為 有時候水流這塊的時候 你這個動的話 你會比較明顯 看著它 對不對 所以這個釣竹叫什麼 不知道 你有沒有取名嗎 啊 有啦 那個 那個 一口書有給它取名 叫什麼 扣起釣竹 好 因為它有時候魚吃 它會這樣 短 它就是有時候會成這樣 比較重的時候 它就這樣 然後它就突然 欸 喔 喔 這叫扣起釣竹 好 可以 我懂了 對對對 對對對 先比一下 試探 然後再駕駛 對 喔 喔喔喔喔喔喔 漂亮喔 寫下寫下 內蛇 這是感覺滿粗的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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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喔喔喔 OK喔喔喔喔喔喔 OK 欸 這次也不錯欸 水喔喔 OK 欸 這隻很窩靠拍呀 喔 漂亮喔 哇 OK出現了 震獲 震獲 這隻還不錯欸 巴掌吧 這五六隻bet 欸 這隻很漂亮欸 魚吧 漂亮喔 對 沒錯喔 鷹魚 鷹 鷹 鷹 漂亮喔 漂亮喔 OK 好像很帥 誒 他們是不... 這隻也不錯 哇 哇 我也要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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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我還要超喔 喔 這是比較大耶 快點 快點 哇 這是更肥耶 哇 這個肚子可以 這也是 漂亮喔 水吧 八八八八八八 一顆 一顆 平時改變計畫 哇 蝦不吃 那就要用點鵝了 有小拖拖一點點就好了 我跟你說 我會叫黑格 你相信嗎 我沒有不相信啊 我沒有不... 我一直都相信啊 OK 好 多謝啊 哇 可以可以 AZA 給他補下去 等下他們跑 喔 欸 那個黑格在炸嗎 這是平時黑格不會炸 哈哈哈 幹嘛這樣子啊 為什麼黑格會炸 為什麼不會 黑格是在體制的 他炸的力量 啊 他們就興奮了 就想炸不行嗎 那可能拿到啦 好啦 可是剛才是黑黑的東西在炸耶 有魚啦 好吧 欸欸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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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抖成這樣是怎麼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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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是啦 那麼小 小隻的啦 有 那邊有一群黑格啦 耶 對吧 開圖見囉 我現在在測試 OK 出現了 出現了 喔 掉 一換就中 有沒有 戀耳 今天吃戀耳 回去 一換第一乾馬上有 呵呵呵 可以喔 我測試他這個戀耳真的還 還不錯 還不錯喔 有聞看他那個味道 有一點點奶的味道 有聞看 我有聞啊 我覺得像 我覺得很像地瓜的味道欸 我覺得有點傻傻雅的味道 你知道那天我兒子跟我說什麼 說什麼 那天我做 他說 我吃魚吃到膩了 你吃魚吃到膩了 哈哈 我兒子啊 等一下我把他帶了 嘿嘿 嘿嘿 你這樣啊 你這樣要那麼多 你有拿過你吃嗎 嘿嘿 我啊 我當時說 霧宜要給你 就不要 霧宜要給你 我可以說這個好 喔 又有了 牛逼逼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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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黑格斯欸 季節到 黑格斯要出現了 好猛喔 這隻是我的啦 欸你看 你這樣講喔 哇好粗 這隻粗 這隻更粗了 哇 這隻真的大 這隻 應該有快一斤了吧 哇 漂亮喔 好啦 今天就這樣釣完了 天已經要按下來了 今天 成功的獲得了我們的 OK 還有一個新油票牛尾 其實中間的時候很不咬 結果誰知道突然 靠近黃昏的時候 靠我直接一波大咬 吉米哥那一波大概起了 三隻到四隻 而且體型都不錯 然後我就 就是起了一隻 小小的 OK 至少有油票啦 我覺得還不錯 淡水這邊 在秋天 又開始有不一樣的魚種出沒了 所以我之後也會 來淡水這邊 隨時check一下 OK OK的釣框 因為我小時候想要拼一隻 大OK 對 沒錯 大家期待囉 我之後會釣一隻大OK 給大家看 好啦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有了有了 中魚了中魚了中魚了 中魚了中魚了中魚了 哇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